字幕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在安排介紹微意識時 今天去了黃埔 A出口就是網友介紹的泰宇 一出了地鐵站轉右就已經看到了 泰宇老潭酸菜魚 他介紹了幾樣東西給我們試 酸菜魚、木桶飯、點心和蘿蔔糕 我今天決定去那裏試一試 路線圖簡單一分鐘就到了 這條一路會直走過對面就已經是了 進去後再和大家慢慢談 進來這間泰宇 這裏主打有酸菜魚、點心和小菜 當然下午也有二人餐、四人餐等等 有老潭酸菜魚、花膠和海鮮 其實一轉後就已經是點心了 當然有個網友推介了一堆點心給我 我全部都會點 例如酸菜魚、米線、竹筒白鮮飯、灌湯餃、蘿蔔糕 還有流沙包 我都會點回 因為真的想試試味道行不行 其實我都很感激網友介紹這麼多東西給我吃 當然我都不會因為網友介紹 而將所有東西說到很好吃 不好吃我最後都會說不好吃 這些才是我性格 我老婆都很努力畫東西 讓她先畫完 畫完後再跟大家慢慢談 我們點了些甚麼呢 黑松爐燒賣王 老陳皮牛肉球 醬黃蒸鳳爪 胡椒雞罐湯餃 白花煎釀蘿蔔糕 就是上次網友看到我們說白花煎釀蘿蔔糕 他就介紹了我這間 彈網哥流沙包 椒排酸菜魚米線 絲酸白鮮排骨木筒飯 還有要了杯乳酸白香果 和爺爺糖心蛋兩隻 暫時就是這麼多東西 全部價錢都還未有 一天賣單才知道是多少錢 首先介紹第一碟是小食來的 叫爺爺糖心蛋兩隻 價錢22元 看到我的價錢一點都不便宜 還覺得好像有點吃虧了 但我吃了其中半隻 哇 驚為天人 一定要大讚它 我昨天在客家人豬雜粉 點了一碟花雕雞粽翼 有五隻 價錢30元 味道也調較好 雖然雞翼粽口一點 但吃起來就會覺得 花雕味也調較得不錯 不會令人很討厭 不會有苦味 雪得夠冰凍 都是合格水平以上 這個糖心蛋 如果比起花雕醉雞翼 是好千千萬萬倍 是很好吃 大家可以看看糖心蛋的蛋白 它很淺色 近乎跟中間的蛋白的位置 是一模一樣的顏色 它是微微的 給酒浸完之後 是深色了一點點 其實兩隻都是很淺色 但吃起來的口感 它的醋味和花雕酒 調較得剛剛好 很平衡 入口非常好吃 雪得夠冰凍 糖心的效果也做得出 是合格之餘 還要入口是有積蓉的感覺 咬下去的蛋白不是硬的 是好像啫喱的狀態 有些軟滑的 但它亦有趙頭 剛才老公也吃了半隻 好不好吃 味道真的很好 為何這麼說 首先你看下去的顏色 真的很淺色 我不覺得它會好入味 但想不到它又做得好入味 當然它的醋魯和花雕的配合 亦都做得很好 不會老到它過了龍 而這個味道剛剛欺負到好處 令裡面的糖心不會凝固 硬了就不好吃了 所以真的很好吃 雖然價錢一開始看是很貴 吃完之後我不覺得貴 如果比起日本拉麵吃糖心蛋的價錢 22元有兩隻 我覺得是絕對可以接受 還要是很好吃 它蛋黃和蛋白的配合 是剛剛好的 不會一邊蓋過另一邊的味道 還有口感 這個糖心蛋 如果喜歡吃蛋的網友 一定要來點 我很少第一次就要推薦 這一樣食物是這麼強烈的 然後我講講這個黑松露燒賣王 33元有4粒 這個燒賣上來的時候 是很熱很熱 它也挺大顆 當然未去到整個冰箱那麼大 看上去賣相也不錯 看上去不會蒸到濕透 不會像散修修一樣 當然一咬下去第一顆 我感覺是真的挺好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它是切肉 第二它一咬下去是大牙的 即是肥豬肉和瘦肉的質素 都真的不錯 另外肥豬肉瘦肉的比例 當然去不到4-6 只是去到3-7 我感覺上就比較沒有肥豬肉的香味 口感上就比較差一點 另外它的調味 我很相信因為它覺得肉很新鮮 就不需要加那麼多調味 令肉弄得它變硬了 變了就不好吃 變成這個調味在我的感覺就覺得淡味一點 可能某些人就會覺得燒賣淡味一點是剛剛好 其實說真的不夠味 點醬油也可以 點辣椒油也可以 如果喜歡吃瘦的 這個我相信是適合它吃的 因為這個肥豬肉比例 它也會少一點 讓大家看看 所以整體上真的蠻好吃 而且它的冬菇香味也蠻出色 也不會完全沒有味 另外黑松露這個就比較差一點 我相信它是塗進去蒸 可能這樣導致黑松露的味道揮發了 本身的黑松露可能就沒有那麼正 再加上揮發了 味道就完全好像沒有了 但整體上這個燒賣33元 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它首先質素真的很好 只是味道淡一點 不是沒有味 這碗是招牌酸菜魚米線 價錢68元 我在魚湯米線的類別選擇 可以轉泡飯就要加3元 或者轉紅薯粉就要加5元 網友就說這個酸菜魚米線好吃 我們當然不錯過了 一定是選擇這個招牌酸菜魚米線 份量來到很震撼 因為酸菜魚鋪得滿滿 全部很雪白很厚 覆蓋了整個湯碗 差點連酸菜和米線都遮蓋了 另外的材料除了我剛才說的幾種 還有蔥粒、芫荽、白蘿蔔 把它切片或者條 這個就是條 旁邊的就是片 另外酸菜、芫荽、芫荽 暫時我只能發現這幾種材料 喝到湯底 它是辣味比酸味 剛才老公問我 怎樣?好不可以喝嗎? 我覺得它是很濃的 味調較度 不過我並不可以喝得出酸味 它的辣味是很重 我一說過辣字 老公也有點卻步 是嗎? 其實是的 酸多我還可以接受 辣多我未必能接受 這個湯它剛才做到我不接受的東西 它辣真的很多 喝下去還未到確後的地步 但它真的比較辣 而且酸味完全不突出 我最初以為酸菜味煮不出 所以我覺得它的酸味仍然停留在酸菜裡面 我就立即夾一條酸菜來吃 老公的動作跟我一模一樣 就夾了一條酸菜來吃 結果都是令我失望的 原來它的酸菜都是沒有酸味的 是嗎? 是的 它的酸味真的很不突出 所以這個酸菜魚其實也有點敗北 它的酸菜最多最多都是辣味和鹹味 但是鹹味就佔少數 辣味就佔多數 最特別就是有白蘿蔔片 因為它都佔得很多 但是裡面是沒有加糖來烹調 所以吃下去是很直接就吃到 所有白蘿蔔裡面的鹹味和草青味 但是它的質感就不是煮到很軟那種 還有一點好像煮不透很爽身那種 其實你問我是不是好不好吃呢 我又覺得不是的 因為它的米線都算煮得不錯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吃過最好的米線呢 它就不是 因為我上次賺長沙環的麗程軒米線底 還有酸菜魚的魚肉 至少比這裏十倍以上都不止 說回它的主角就是魚塊 魚塊其實吃下去都覺得是鹵魚 因為看到魚皮的聞露就不像是黑魚 剛才老公吃了就說粗粗的 是嗎 這個魚是真的比較粗粗的 沒有那麼好吃 當然和麗程軒那裏 我覺得它那裏真的好吃很多 至少魚真的滑身很多 麗程軒的魚會比較薄身一點 這裏就厚一點 但是厚薄不是一個大問題 最主要是滑不滑 但是這裏就真的沒有那麼滑 其實它比厚身而不滑都不是問題 最主要是至少有魚味 這裏是連魚味都沒有 比較淡口一點 但是口感 咬下去除了不滑之外 它是真的很實在 因為它真的給了很多片 而且很夠厚 最後其實它有芽菜 我非常喜歡吃 這裏就夠了不少分數 其餘的酸菜魚的材料 我覺得它的份量是給足夠 可惜就做不到裡面的精髓 這個蛋黃歌流沙包 一龍有兩隻 26元 其實賣相真的很漂亮 很有趣 一看我就已經很想笑出來 而且真的不太想吃它 我們吃了一隻 先撕開一半 大家打算分開吃 我打算流沙沒那麼厲害 殊不知一撕開就流得很厲害 一張我也會撕開給大家看 看看裡面的流沙有多厲害 當然這個麵包出來是新鮮滾熱辣 很好吃 表面那兩粒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甚麼 我相信是麵包的一部分 它蒸起來之後 顏色很有趣 加上兩粒黑點 賣相挺有趣 另外麵包就沒有甚麼特別的味道 裡面的流沙就有些蛋黃味 蛋黃味不是很重 變得很好吃 我現在就撕開給大家看看 我都要用碗墊著 否則一撕開就應該全部流入濃 放在碗上會比較好一點 底部也有一張紙 先撕開 大家看看 看到嗎 這個已經沒那麼流 剛才一開那個可能比較熱 都滴了滴出來 其實它也很流心 另外這個味不會太甜 因為我不喜歡吃這些麵包 為甚麼呢 它太甜了 變成吃完這個麵包之後 就不想再吃其他東西了 覺得它欺負到好處 還有這兩隻麵包不會太大 價錢26元也不會太貴 這個也是OK的 值得推介來試試 是不錯的 當然大家要小心 熱的時候 裡面的餡是很熱的 如果你這樣咬下去 我試過有個同事 咬下去 立即錄出喉嚨 這件事真的要小心 因為這些就是我遇過 有人發生過的事 還有這個如果有小朋友 你叫給他們吃 我很相信你一定哄到他們吃 因為第一它夠得意 而且味道也不差 甜甜的 它一定適合胃口 它一定吃肉大增 這個就算叫回來 小朋友也會很開心 好得意呀 好得意呀 這樣的樣子 這碟是老陳皮牛肉球 一碟有三塊 價錢二十三元 嘩 我一看到老陳皮三個字 我就已經吸精了 接著我就跟老公說 不如叫老陳皮牛肉球 這個名字很吸引 對呀 他跟我說 老陳皮 起碼陳皮的味一定好出 吃不到牛肉味 都吃到陳皮味了吧 對吧 大家在鏡頭都看到 我都不需要再多說了 上到台的賣相 就一般 你問我它有沒有荔枝紋 其實它有一點 在熱辣辣的時候 但是體積 就跟我剛剛介紹過 沒多久的點心宗師 都不相百中 其實它只不過是 帶點心宗師的牛肉 少許而已 另外它也幫我淋了潔汁 其實我最吃得出 就是牛肉味 蔥粒味 和馬蹄的口感 但是也有一點點東西要讚 它咬到牛肉那裡 是有點像牛筋丸 那些牛筋的口感 剛才我吃了那半塊有 老公你吃那半塊有嗎 我吃那半塊都有 可能我們剛剛是同一塊 它猜了那個位置 就有那個爽口的位置在 牛筋丸裡面有爽口的位置 類似豬肉和筋膜位置的位置 是很爽身的 是挺好吃的 牛肉也很少有這些位置 吃得到 我們這次就吃得到 可能剛剛這麼巧的那個是 未必一塊都有的 蔥粒都拿得多少 但是我們兩個都暫時未找得到 還有它的主角老陳皮 剛剛我們吃那塊 就未發現到 連一般的陳皮味 我們都吃不出 如果一會兒我們再吃得出 就容後再說給你聽 唯一的通病 就是大多數生竹牛肉球都有 那個腐皮是給的很少份量 我們其實都不是吃了很多 吃了一小塊 但是差不多已經 那一小塊是等同於 這個碟裡面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那麼多了 那個腐皮 加上稠汁一起吃 它都算是好吃的 但是如果大部分點心 都是二十多塊的話 我就勸大家不如選第二個點心吃 因為它的水準不是太突出 是好一般 但是你問我是否軟 煤 不好吃 沒有牛肉味的口感 它完全不是 它是一般以上的 多一點 接著講講這個醬黃蒸鳳爪 25蚊有五隻 這就是我說的 鳳爪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五至七隻 很正常的 當然我之前也說過 有些只有三隻 這個鳳爪的質地很好 離骨的 蒸的時間剛剛好 或者它炸也炸得很好 鳳爪的虎皮紋也很突出 不算太差 但是 說到調味了 它的調味比較差 不夠惹味 第一 你看到 差點什麼 就是差點豆豉 它沒有了那種味 始終會差一點 而且這裡沒有了蠔油的味 差點那種味 就是差點那種野味 這個鳳爪不是說不好 是差點調味 會比較差 另外再看看 你看看它的花生墊底 它這些花生蒸得不夠 有一點點感覺 有點生生的 因為比較爽身不夠透 爽不是問題 爽要蒸得夠透 但是這個 完全不夠透 你看到嗎 有些比較白色 就有點像煮花生雞腳湯的花生 當然花生雞腳湯不會說這樣 一定是煮得久 花生一定夠軟 以這25元來說 我是很喜歡吃鳳爪的 但是這個不會吸引我下一次來吃 這個我都不推介大家吃 這碟是白花煎羊蘿蔔糕 4塊 價錢26元 最初我看到的名字 白花煎羊蘿蔔糕 就滿心歡喜 想像到好像點心中獅 那個那麼好吃 那麼突出的蘿蔔糕 因為它的名字 其實跟點心中獅 這個都有相同的材料 但是上到桌子的賣相 我就覺得 咦 這個就是白花煎羊蘿蔔糕 看上去就像一條比較粗的蘿蔔糕 把它切開4塊 面頭大部分位置都煎封過 另外最頂部就加了很多肩魚碎 很飄逸 最後來它在最頂部的表面 擠了很多千島醬 看上去的賣相只是一般 吃下去的口感就和我上次在點心中獅 簡直是大不同 怎樣不同 首先點心中獅是吉列翠章 在外表炸過的 而這裏只是煎封過 亦都沒有加吉列翠章 另外它的蝦滑 即是白花那一層 點心中獅是非常厚的 這裏是薄薄一層 蝦味是不突出 不但還有蝦膠的口感 是很薄弱 咬下去不是有爽口彈牙的感覺 鮮蝦味亦都不要期望過高 最後都要讚一下它的蘿蔔糕的口感 雖然它都是平平用用普通的蘿蔔糕 其實它都煮得挺軟 吃下去不會整口粉漿 它都有一粒一粒薄片的白蘿蔔 加在蘿蔔糕條上 剛才我問老公 你有沒有吃到有臘腸啊 然後他就說 有啊 原來在某部分位置 就加了臘腸粒 這裏有一粒 我指了給大家看 但體積非常細粒 香味不突出 臘腸的口感也不突出 另外那兩條 我都翻一翻給大家看 在這個位置 也有臘腸粒 大家不知道看到嗎 另外這一條 也有的 大家應該在鏡頭面前看得最清楚 就是這部份的臘腸 而透明部份 即是這些位置 其實是加了白蘿蔔粒 在這裡 我一叫開你們都看到了 大家應該在鏡頭面前都明白我所說的位置 而且是有白蘿蔔條 吃下去的口感 它不難入口 OK的 調味方面都足夠 但是我就覺得 點心中絲的效果 完全做不到 在這裡呈現出來 還有整體上 點心中絲的白花煎羊蘿蔔糕 比這裡好吃 十倍都不止 最後其實它的份量都算多 收二十多元 有四條那麼大塊的蘿蔔糕 還要做了那麼多花臣 給一下麵 都可以的 接著講講這個 絲酸白鮮排骨木桶飯 68元 這個飯真的很好吃 首先 鮮 雖然它給一些好吃的位置 你看看 它很薄 很細 但是它這個鮮是爽的 這就是我最基本需要的 和上次土瓜盆的鮮 是軟的 它還收了160多元 相對這個飯60多元 我寧願點兩個這個飯吃的鮮 比過那天在土瓜盆吃一碟鮮 雖然它不是炸 但是這裡它用豉汁來做 調味調得十分之好 蒸的時候不會過濃 因為飯的東西很壞 鮮一蒸過濃 隨時都會糟糕 就會變成散羞羞 不好吃 但是這個它做得很好 另外排骨 你看看 它很多是軟骨位 我也說過 軟骨位的排骨 是會比較軟 嫩滑 好吃 如果只有肉的 會比較粗糙 沒有那麼好吃 這裡它也給了很多軟骨位 而且這個飯 也蒸得很好 不會濕粒粒 你看看 就這樣你也看到 是粒粒分明的 我也不需要再說那麼多 這個咬下去是剛剛好 不會硬身 不會軟 所以這個真的做得很好 68元 價錢你說貴 不可以說貴 為甚麼呢 因為你有閃 有閃的東西 基本上最少沒有排骨 都會收你50元 這個飯 還要未必這麼大 現在當然 這個木桶是騙你的 我拿起給大家看看 其實也不少 桶雖然說高 但是這個鐵盤 其實也不小 所以這個68元 基本上不要說一個吃 兩個吃都一定夠飽 是完全值得點的 吃點心吃到這一刻 還有一樣東西 當然還未介紹 但是這個呢 我一定推介大家來試 因為這個飯真的蒸得很好 好惹味 好好吃 68元 只叫這個飯 都已經正了 這杯是白香果乳酸 原價是28元 我現在跟了木桶飯餐 是可以配飲品 如果普通咖啡茶熱飲 是加3元 如果冷飲 或者加汽水 就是要加5元 如果選擇特飲 就是加10元 換言之 我現在是由28元 就變相加10元 今天這一杯 白香果乳酸 我為什麼要叫呢 外面天氣實在太熱 除了我想喝一杯冷飲料之外 另外白香果 是我們兩個 一向都喜歡喝的味道 最特別 就是因為我今天 預了食辣 如果吃辣 我老公不太接受得到辣味 所以我叫一杯乳酸 就好過叫梳打 想不到它來到 都算幾大杯 而且它有爆珠 爆珠都是一粒粒 很大粒 而且有少少白香果汁液 都算是好喝 但是 如果這一杯白香果乳酸 跟我上次在蠔王喝的 荔枝乳酸梳打 我就覺得蠔王的一杯 比這杯十倍都不止 我今天說預算飲品 就說到這裡為止 這個是胡椒雞灌湯餃 26元 看價錢 真是好病 灌湯餃來說26元 跟燒賣、鳳爪的價錢不無多樣 大家差不多 當然這個灌湯餃的質素 真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首先出來 我已經看到餃皮比較有厚 餡是足夠的 裡面有冬菇、蘑菇等等 湯不是很好吃 只是普通的雞湯 即是說不是很突出 像熬了湯底出來的那些 另外雞是很滑 但是用胡椒雞這三個字 是完全兩回事 它說不上是胡椒雞 但是味道亦是不錯的 其實不屬於很鹹 很嗝喉 難入口 完全不是 所以這個胡椒雞灌湯餃 我都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你說說好吃 就真的說不出 這個是不是完全不可以叫來吃 又不是 當普通熱熱地吃 我覺得就這樣吃一個點心 這個是可以 因為價錢相對比較便宜 不會跟其他點心比較貴 因為跟其他點心的價錢很接近 這個也值得叫來吃 當然它也跟了一碟紅醋 我當然不會下 因為我要試真的味道 下了下去我只能吃到醋的味道 好了 來美人照鏡 三杯夜未喝光 我們把單單都賣了 今天是396元 接著就說說最後總食評 今天這間泰宇的網友介紹我來 因為她說她朋友的媽媽也很喜歡來這裡吃的 但感覺上今天是比較普通的 我都如實報道 其實好吃不好吃 我都會照直說 有些人就說我 別人介紹你就說好吃 我可以告訴你 今天有人介紹 我也不會說得很好吃 如果說好吃 那個四酸白鮮排骨木桶飯 這也是網友介紹 真的很好吃 絕對不錯 飯的份量很夠多 68元真的值回票價 另外那個就是 爺爺糖心蛋兩隻 其實原來我吃的那隻蛋已經叫好吃 我們剛才拍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 其實我們是每人吃了每隻的一半 想不到原來老婆那隻是更加好吃 味道更加出更加好吃 所以為何她的評語說得那麼誇張 我先說 你有沒有誇張了一點點 原來她的那隻是更加誇張的味道 所以我認同她的評語 是真的說真的有成千倍那麼誇張 那麼好吃 當然你說有沒有成千倍 當然沒有 如果你說成千倍那麼好吃 所有大廚廚神都不用拿出來 我們只是一個形容詞 即是說她真的比較好吃 好好味 今天其餘的點心就比較普通一點 不會說完全不好吃 味道是很平均 不會說過鹹 亦不會說太過淡好淡 完全沒有味 又或者一些東西冷 完全不是 所以今天這餐都挺好 另外再說多一點點 她今天星期六日及假期 每款手工精品點心要加3元 如果你看我賣了單 頭六樣東西 就是每款加了3元 我們剛才說的時候 還未將價錢加上去 我到時在寫那裡 我都會寫出來 希望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會加3元 我看到這個平日下午茶 好像是有特價的 我會出去拍照給大家看 因為我進來的時候 我都比較闖絕 沒有在門口拍太多照片 我每天都會出去拍照 另外茶錢 今天是8元一位 而且這裡有10%的SURFACE CHARGE 所以今天的數目是396元 說多一點點 其實我們有時拍片 我看到有少許會說其他東西 有時評一下茶 有人說我們根本就不懂評茶 是的 我真的不懂評茶 不過有網友想知道 我就變成簡單敘述地說一說 希望大家都知道得清楚一點 大家都可以知道這裡的質素是怎樣 當然我又不會說到茶壺是甚麼清潮 紫砂 水溫會否很好 我不去說這些東西 我只是很細心地說一說 大約每一樣東西 裡面的餡料有甚麼 大家有些人 因為我們也試過有些 會對食物敏感的人 他不知道裡面的餡料有甚麼 其實對他也很危險 又或者他進來喊的東西 才知道原來有那些東西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預早知道 不需要來到喊完才知道 哎呀 不吃得要扔下 其實又浪費了食客的錢 又變成你叫了回來 叫人拿走 人家可能也會說 你早不出聲 有時候我只是想給大家一點訊息 不想讓大家好像每樣東西都斷鼓 我都不說那麼多了 讓老婆說一說吧 老公說開為何我們那麼詳細 我們其中一個原因 我突然生氣 有個視像的人士寫給我們 例如說好多謝你說得那麼清楚 我可以將我眼前看不到的食物 或者飲品 可以一清二楚 在腦海裏面呈現出來 我可以去選擇 我來不來這間食市那裏 吃這一樣食物 好多謝我們 這件事是令我很感動的 原來你天生或者後天 缺乏了一件事 是會有另外一個方法 補償給你的 這件事是任何任何 一個正常人都未必能夠體會到的 那這件事我由心而發 就是告訴你 為何我們要形容這些東西那麼詳細 有些人是覺得 影片越短越好 我們如果是拍攝一兩樣食物 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計算走路 食評和美人照鏡 是可以盡量縮短一點 但是多數我們都會點 十樣或者八樣食物 這件事就很難做得到 還有我想形容得詳細一點 就是給這位觀眾看 就算只有他一個有視障問題 我也覺得值得告訴他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這件事我也很深深記得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本身都想把東西短一點 其實我也不去懷疑 這個人是否真的視障 因為視障 你看Youtube 我覺得有時候很有趣 說出來沒有人相信 但我覺得他聽東西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有些人聽的感覺 會是等於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說得清楚一點 我會幫到一些人 我會開心的 當然我知道我拍一些東西出來 可能全部都是定鏡 都不吃肉 不停在那裡說說說說 不如你去形容這件事就算了 用不著拍 對你沒有說錯 但是我也要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種需要 我拍片都是想迎合每一種人 我由開始拍片到現在 我改良了很多 都是多得網友給我一些意見 讓我知道怎樣再繼續拍得好一點 例如路線圖 價錢 評分 全部都是網友告訴我 我都自己去慢慢組織 看看怎樣可以讓大家好看一點 這件事我到現在還是要繼續改進 我不能夠現在說是最好 我希望接下來還會更加好 有網友 例如sirping告訴我 他就說 不如你做個簡短敘述吧 讓網友去到 不用看你的影片 看得那麼辛苦 大家都可以知道 是否值得去試 值得去吃 這件事我也很感謝網友提供給我 這件事就算我沉起一點 我也要說下去 千言萬語 我都未必能說得完 各位網友 如何建議我 如何做得好一點 這件事我是很開心的 沒有大家 我沒有今天 我不會有今天的我在拍片 大家仍然繼續看 當然我知道 可能這些片段很長很長 浪費大家時間 希望我接下來 都可以再簡短一點 快一點 老婆說得對 我們叫成十幾樣東西 我都希望每一次 可以將所有我們喜歡吃的東西 或者大家比較喜歡吃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 讓大家一次過可以看一條片 知道得清楚一點 如果我一條片太少東西 你要看很多片 我相信你都會很辛苦 或者對比未必做得到 如果我每一次都要介紹幾次 第一大家都會沉悶 為何會看來看去都是那間 開場白又是那些東西 變成都沒有那麼好 我明白的 有些人未必喜歡 有些人會很喜歡 因為始終對的 一個社會 大家都自由 大家都有發言權 喜歡說什麼都行 始終好的人 我會繼續聽他們說 繼續做得好一點 不好的 我希望以後都會做得更加好 今天就說到這裏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我要再一次為唐心蛋打氣 你們記得一來到就要叫唐心蛋 拜拜